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边隐隐觉得大局已定时 是否还想临时抱个佛脚 获得最强助力 最好心态呢 那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吧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充满着无量光 无边光 无爱光 难思光 不断光 亲近光 欢喜光 智慧光 时时刻刻照耀 保佑着考生 从备考到录取都顺利成功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是佛陀慈悲 福德的结晶 所谓福智心灵 福报增长了 心灵自然 聪明灵敏 智慧自然增长 考生冥冥之中获得加持 头脑清醒 从容淡定 平稳平静 正常发挥 那么刚货来了 如何才能获得阿弥陀佛的保佑和加持呢 在保证合理饮食和睡眠的基础上 一 考前念佛 考生本人每日晨起及入睡前 可念十生四十八生或一百零八生 南无阿弥陀佛 多多益善 除考生本人外 家长也可以为孩子念佛 出生 默念都可以 每日念佛完毕 为孩子回向 也就是把念佛的功德全部给孩子 还可以发动亲友一起念 越早越好 越多越好 二 高考当天 家长在考场外 无论何处 接念 南无阿弥陀佛祈求 考生接到考鉴 填写姓名 准考生号码等信息后 闭目定神 深呼吸 心中清清楚楚 默念时生 南无阿弥陀佛 镇定星辰后 再看题 磨刀不误 砍柴弓 遇到疑难之题 及时心中默念佛号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 再继续答题 三 高考之后 考生及家长继续每日念佛 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 除了上述三点 还可参考下面的建议 对于还没有吃素的家庭 可考前摘戒三天 或者更长时间 尽量做到 吃素 不喝酒 不抽烟 不打麻将 不看电影 不看电视 不玩游戏 生活中 不与人计较 不骂人 不生气 不怨恨 把时间与精力 都拿来念佛 和祈祷考试顺利 最后 送上我们最殷切的愿望 一愿学子 身心无忧 身心无忧 从容发挥 在愿学子 考入理想学校 适当专业 学有所长 奉献社会 三愿学子 不以分数论成败 弥陀加持 前途 欲做安排 四愿学子全家 顺利通过人生大考 信佛念佛 离苦得乐 佛光普照耀 学子增福慧 诚心自由感 善愿 必得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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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